近日朱宇晨和他的妈妈因为参加综艺节目备受关注 很快朱宇晨的新女友杜若被网友扒出 但朱宇晨似乎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与女友的关系 趁着这档真人秀热播 网友爆料综艺节目第一集朱宇晨做的地方 就是他女友的工作室 这件事最早要追溯到一年前 当时朱宇晨的新女友刚被曝出 二人打扮异常低调 很多人对这个妹子也十分陌生 都觉得她的圈外人 当时二人一起吃晚饭从餐厅出来 一路有说有笑 碍于种种原因 朱宇晨一直没有正面曝光过这位女友 今年二月 二人一起外出旅游 被网友在泰国曼谷偶遇 同样打扮低调 虽然可以确定她和朱宇晨一定有关系 但网友对这位妹子的真实身份依然陌生 直到节目播出之后 在翻看杜若的微博 居然发现这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朱宇晨家的窗外 印有一个明显的Loyal 而这间房子被外宣称是朱宇晨的家 其实它还是杜若的工作室 这个Loyal反过来看是这样的 也就是杜若网店的名字 它也在微博拼命宣传这个品牌 节目组续到朱宇晨家摆设 我们能看到天花板的形状和沙发的摆设 杜若晒出工作室照片的摆设 跟朱宇晨家一模一样 还有杜若自拍晒出的天花板 也是朱宇晨家里的同款 杜若晒出的茶几摆设 和朱宇晨家里布置也是一模一样 这绝不是巧合 就连朱宇晨家的大门设计的 都跟杜若工作室一模一样 说是同居应该都有可能 工作室与爱潮傻傻分不清楚 相信在这间屋子里 朱宇晨和杜若一定发生过不少故事 杜若虽然是卖女装卖首饰的网红 但她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与网红脸有着本质区别 她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 一直走时尚路线 她所设计的饰品耳环 也曾被圈内女星所佩戴 她曾获得了 CCTV6创意星空首饰设计大赛亚军 所设计作品多次被LOK发杀珠宝 中国宝石等杂志刊登 除了设计 她也十分热爱生活 在全球各地洗涤心灵 就连摄影水平也是一流 杜若虽然多才多艺 但这与朱宇晨妈妈喜欢的那种典型 说女士的嫌妻两母型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朱宇晨可能也不舍得 让杜若到她家里当非佣 所以哪怕多次被拍 她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恋情 微博互动一也是小心翼翼 看到这一幕很多网友纷纷心疼 优优独播剧场식